今天是小年夜 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过年扫除 或者是赶办年货 但是在台中却有一群高中职学生 牺牲了年假时间 在补习班里头闭关 利用春节假期做最后冲刺 期许自己可以拼上过立大学 自在国立 与你的高党高分上 就像过年了 但是这群学生一大早绑上头巾 呼口号 人人放弃休闲娱乐 要利用春节五六天的假期 为考上大学做最后的努力 就不用再宰 只会吃喝玩乐 然后五天很认真的话 应该会不一样收获 教授的牺牲可以多读点书 增加上保机会 这样的考前魔鬼宗室 在中部地区似乎已经成为惯例 不习班班班课满 满足学生的心 通常考上的几率比去年 比以往 没有考上的同学高达有七成之多 当然考试不止是含含口号 就有分数 业者也加强师资的阵容 为学生解题 补充课本上不足的部分 辛辛苦苦闭关读书 不让自己松懈 好好准备即将登场的 四系科大统测考试 救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